好了 現在是來到我們藍瘋藍 陳昊的莊家 藍瘋先看 欸 手牌不錯喔 對 他有一個發財跟白皮的三元牌的對子 那如果他都不順利碰到 也許摸到紅中他也有可能考慮 小三元大三元 可是現在紅中被連絲碰死了 對 碰掉了 沒錯 可是他現在是不夠大的啦 不夠大 夠大嗎 嗯 花牌看不出來 應該 夠大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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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雀瓶你打牌的時候 你會打花牌嗎 我不會打花牌 因為我看不懂 看不懂 小花也不會 小花也不會 我 拍在真人氣氣 我要拍在真人氣氣 對 這個花牌我完全看不懂 OK 但陳昊現在 把一萬吃了一個真搭 多出了一個二三萬的搭子 嗯 但他這樣就爆搭啦 對啊 真的啊 他把聽吼 等一下要聽了聽吼 用比較漂亮一點啦 可能等一下會拆一三條 喔 欸 拆白皮 因為他 他進來了一個二桶的搭子 喔 他捨掉了白皮的 這個對子 喔 可是在牌局的早期 現在 捨掉白皮的對子 其實會讓他的 速度會稍微變慢吧 會太著了對不對 因為他即便是吃了這一個 他還是要再拆一搭 他還是爆搭 對 這個操作也是 很特別齁 是一個不同思維邏輯的打法 對 也許對他來說他可能認為 發財白皮對他不想要吧 好 看他這一搭怎麼拆 還是要拆 現在就要 對 三條早晚都要拆的 OK 所以他剛剛是爆兩搭 可惜他這個三條原本中文章的卡章 被碰走了 所以即便他現在已經吃了三搭 在外面的情況底下 還是沒有停牌 現在彩琳是 哇 也是爆搭 爆搭欸 類似的七七八八兩個 四個對子 看他要走哪一邊 選一個啊 對啊可以啊 選一個 選一個就好了 現在我們陳昊吃了八餅 聽了五八萬 今天五八萬是一個熱門牌子 熱門熱門 對 但五八萬的牌子 剩兩張啊 也不太多了 五八萬剩兩張 總共剩兩張喔 對 啊好少喔 剛剛那個他 剩下五張都沒字母 好 好 我們現在是 哇五八萬被拿走了 對那現在 陳昊的 排 商就越來越少了 對啊 這邊聽六九萬 這邊聽六九萬 彩琳聽六九萬 文昌的二條還不拆欸 三條沒了啊 他還是不先不打 我認為他這個牌因為 前進的可能性變低了 所以他就相對高手了 下車嗎 因為二條 可是二條 陳昊已經打過一張了啦 對啊 這個牌對他來說 可能相對還是安全 而且他 對他下 也 他下 九萬被虎了 他怎麼猜九萬對耶 怎麼還猜九萬對耶 嗯 呵呵呵 剛剛四鴻哥說他猜九萬對 結果你看他沒吃 對 對 所以你看陳昊現在這個牌 即便他積極的進攻的情況底下 最後聽了五八萬 還是因為 這個上家李彩琳吃了一張牌 還是把那個槍牌九萬又露了下去 對啊 所以有經驗的玩家在這裡的時候 開始要去察覺到就是說 他說他 奮力進攻的情況底下 仍然沒有得分 也許他在打法上跟這個 警覺上要稍微注意一點 嗯 對沒錯 就是說先聽牌 但是又被人家後來居上 嗯 對